佛經說,一念覺即超出三界,一念謎即墮入輪迴 六道眾生皆是因為心念的迷誤才陷入痛苦的輪迴之中 如果想要超脫輪迴的旋渦,只有實現明心見性才可以 三界是迷惘的友情在生命變化中流轉 以其境界所分的三個階級,分別為育界、色界、無色界 三界一共有二十八天,稱三界二十八天 三界的果佈雖然各有優劣、苦樂等差別 但都屬於迷界,難脫離生死輪迴之苦 因此為聖者所厭氣 因為三界迷苦的領域有如大海的無邊無際 因此三界又稱苦界、苦海 一般經常說的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就是勸人出來三界勤求解脫涅槃之落 玉界子具有淫慾、情慾、色慾、食慾等 友情所居住的世界 上至綠玉天,中間包括人界四大洲 阿修羅、夏至畜生、惡鬼、地獄等 因此界為男女集居、多豬雜獄 因此稱為玉界 色戒指遠離玉界的淫、食、異玉 但是仍然具有清淨色質等 友情所居住的世界 此界在玉界之上 沒有玉染也沒有女形 眾生皆由化身 色戒的宮殿高大 由色所化身 一切殊妙真好 因此界尚有色質 因此稱為色戒 無色戒指唯有 受、想、行、色、四心 而沒有物質生活的 友情所居住的世界 此界沒有任何物質之物 也沒有身體、宮殿、國土 只有心色 住在深妙的禪定之中 因此稱為無色戒 我們眾生就居住在這三界裏面 依照著我們生前活在玉界裏面的人間時 所造善業和惡業的多寡 來遭受報應 個個有不同的境遇 多數眾生此世出生為人 而造善業 下一世出生於天界 然後在善業福報響用完之後 只剩下惡業果報 因此再下一世就出生為惡鬼 然後在惡鬼道報盡之後 再下一世上升出生為畜生 畜生報盡之後 然後才有機會上升投胎做人 做人的時候 如果做了惡業又下地獄 如此反覆地循環不已 形成所謂的眾生六度輪迴 反覆不停 無有出奇的現象 佛則是永遠出來三界的存在 永遠不受苦惱 永遠常、樂、我、靜 佛的境界極為殊聖、極為聖妙 不可思議 只有佛和佛彼此之間 才能夠了知這種無常的究竟境界 成功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